牛肉麵肉燉得軟爛 湯頭清甜回甘 內容客人大口大口吃麵津津有味 嘉義這間牛肉麵店 卻在外送訂單遇上大難題 因為顧客點了兩碗半斤半肉牛肉麵 但備注留言卻說要加六份麵 共120塊錢的麵 做成六碗湯麵 還要多加湯 還知道要求給八份餐具 最後還說因為沒有牙齒 麻煩麵煮爛一點 我真的覺得 不要這樣 他還寫得很清楚120元 問題他沒有給我錢 點兩碗半斤半肉牛肉麵440塊錢 但另外加的六份麵共120元 卻沒出現在訂單上 難道是要虧錢賣嗎 超為難的備注要求 老闆娘PO出來問網友 網友也酸爆名符其實的無恥之徒 他也知道共120元加麵這麼有天分 怎麼不去路邊乞討當乞丐 還有人說他不是沒牙齒 是沒臉皮吧 其他顧客聽了也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巨單還有扣錢 最後店家沒給加麵 但湯倒是給的超大碗 店家給了雙倍湯量 再請外送人員幫忙告知顧客無法加麵 兩碗麵差點要做成八碗麵 這虧本的生意恐怕沒有店家願意做 記者侯國人嘉義報導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